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IM 野人者 Alex MK3 Wendy 好啦,今天要說什麼呢? 今天講的題目其實很有趣 野人者所以叫做新聞 不知道為什麼 新聞?不是新聞嗎? 新系列 呃...不算的 這個題目比較有趣 之前沒做過嘛 你可以說是因為一宗新聞來引起的 也不是新聞來的 應該叫做一個 Facebook上的小風波 或者叫這個圈子 人會關注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關注的事件 其實講到這麼複雜是什麼呢? 這個題目叫做 展覽會的事前時後 你說網路23條 那些很久以前的事情 就不是那些什麼床上的事前時後 不是那些什麼測牙和測牙 睡覺前測牙 下床又要測牙那些 那測牙去看偽物語 好啦 那講回一些正題 香港有各種不同的ACG有關的展覽會 一年幾度 最為人熟悉的動漫志 對啦 最多人的動漫志 每年的第一天都有18萬左右的入場人志 然後還有其他類型的展覽會 例如AGS 即是ACL Game Show 亞洲遊戲展 或者是一些同人性質的展 例如Wingbow Gator 即是RG Comic World 即是C-Dub 這樣 那大家很多少少都會出席過 或者去過 就算沒有你都會聽過 有關的活動 但是問題是 很多時候 他們大會的處理手法 或者裡面出了一些不同的糾紛 都會養成一時的熱話 不論煲扁也好 那今天就會討論一下 這些部分 一些個別的事件 或者一些近期有關 或者是鬧空空的事情 那叫做事前事後 那當然先說一些事前 那其實最簡單 拿一個動漫節來講 因為作為一個 算是最多元化 多元化的字 你個人怎麼解讀 我不理你啊 那作為一個最多元化 在會展 Hall 1 搞的 佔地的算是最大 參加人數最多 的展覽 那拿它來做例子 其實也很公道的 那事前 那通常呢 動漫節通常都會排隊 近年來 見到近慎者 就說 書展開始 他們已經排動漫節了 早一個星期 又來排 那他們所排何事呢 通常好像是買些 刀刀劍劍 以前是刀刀劍劍 有時候 九十年 神兵遠期開始 其實刀劍劍風雲 神兵遠期那時候 通常是港萬類的 會附送一些 它裡面的漫畫 裡面有的兵器 那些 即是N年前 回展爆玻璃劍的年代 就是刀劍劍的年代 還有他們通常是有限量的 就不會說 進來買就可以了 那些 但這個情況就開始不同了 第一就是 當年那些刀劍劍 是小小把 就是Pan Life那麼大把 那你不會多過十二寸的 基本上 最大都是十二寸的 有了一把一二一的虎牌 十二元的虎牌 好少的虎牌 那是大東西來的 那 但是近年來 你知道 就是 由大概三四年前起 已經開始一個 一百一把木劍 到現在已經是幾十元一把 那些其實是 就是連銷貨 好像是連銷貨 那會不會是連連都出那把 所以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什麼 中應量增加了 就會掉了 不知道啊 香港最多的聽難事啊 那 那幾把 那幾把東西 例如是暗雲的動亭戶 然後 死神裡面那些 斬拍刀之類 已經買到 已經買到 已經買到真的 連連都見到 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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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如果你說這些 那可以說到 他排的東西不同了 但是近年排什麼呢 通常 大家會看到 衝進來那幫人呢 穿著很一致的衣服 那 多數呢 就會是一些 遊戲網絡公司 看到 啊你排台有幾位啊 啊 就給你一些衣服 穿著公司的T-shirt 然後就進去那個 那裡搶購 有關的一些 網絡公司的商品啊 遊戲啊 那類的東西 那 都算是相安無事的 因為最少 他 有種人潮 人潮管制 就是說 每批每批 十幾個十幾個 那種 那種 開場的震動呢 就絕對不會 跟日本有得比的 即是不會整個 人在喪巧那些 已經少了很多的了 那 那 會不會沒有 但是那種 那種 虛陷和震撼呢 就 沒有了 基本上 那當然啦 你說近年來都會有個有的 就是剛才我們抗留了的 一個 年期比較 年之比較短的 就是這個 日本的C-3動漫博纜 那 因為今年有這個 花債香菜之外 的原因呢 於是這個開場的震動 又重臨香港 引起騷動 是不是排隊 拿簽名 是啦 會有那些東西出現 那當然啦 你說那個入場的問題 那 進來搶東西啦 那當然 今年的動漫節 搶 那 當然今年的動漫節 亦都會有相應的措施 比如說 不讓這個 裡面的人去賣這些 限定版 那些東西 那當然啦 但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在日本買開東西 或者訂開一些東西 都會知道 什麼是完全生產限定版 初回限定版 特典版 DVD Box Set 總之有很多名字 對呀 這些名字 各樣什麼東西都有 那 所以 是很容易這樣 換了一個名字 就要繼續有的 即是沒有效果 其實就沒有什麼效果 即是大會那邊 都規定 限定商品的數量 那 過去都是的 我買那邊都出過 Lego 為例 你一張紙 整個List的產品 但是每件產品只有三件 但是每個人可以買五件 即是一個人可以數很多 即是變成大會有張量計 這些景商 這是過往Lego的一個問題 因為它有些少的 只有兩件 一件 那些很大盒的 那些買1500元 出到去買3000多 4000元 就是這些 我個人認為 上年有一件事 整理的 就是 Hot Toys 一間 算是非常好的 十二寸枝架 公司 本土企業 也算是 大家都會 可能會知道 Hot Toys 原型師 其實是 網絡 日本 台灣 韓國 各種高手 十二寸枝架 它出品 其下 各種十二寸枝架 那種人面的水準 其實已經不斷提升 甚至是 你拿它來拍照 你真的可以拿來扮演劇 就不會差很遠 近年 也有鑑於 超級英雄系列的電影 即是 D.C. Maffle 即是Batman Superman Fiderman 那些 蜘蛛人 烏斗人 那些 不要中譯 用回英文 對 即是烏斗人 N.C.I.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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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補充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西方也有這些東西 但問題就是 那個造工 特別是那個面上的造工 是遠差於Hot Toys 而價錢甚至有些是比Hot Toys貴的 所以Hot Toys 第一 有價有市 國際市場 所以作為一個國際炒家的香港人 這個小小小的性格 即是有些喝香港的水流香港的血 就會非常熱衷於炒家 計算iPhone之後 另一期吧 就轉戰這個動漫節了 那所以呢 上天發生了大量的藍鴉人士 去排Hot Toys的東西去買 包括一些師奶抱著一個兒子 拖著幾個年輕人 然後買一個二千多元的Batman 你覺得他是不是自己玩的呢 那當然我不可以否定家 家庭主婦的孽餘興趣 但是那個可信成是誠意的 因為他去到外面門口之後 就很快就給了一位中年大叔 然後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反正那位可信成是他的師生 他幫人買 當然啦 這個絕對是有可能的 你不要想到這麼壞 是啊 所以有鑑及此 上年是搞了幾大件事 甚至是封牆等類似的 今年就產生了一些 不給限定商品 除此以外 好像完全不可以賣限定商品 對 另外一些東西就是 因為 計算動漫節之後 其實亞洲遊戲展的性質 也會有其他周邊的東西 例如玩具精品 模型伏架 甚至除塵膠 什麼東西都會在動物上出現 但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C3近年的出現 令到有些 題目重複 即是有一個common topic 或者common的一些展商 最簡單的例子 今年大家會見少了一些figure 即是精英那邊 即是ELITE 即是香港區的代理 GSC GSC那系 Mass Factory ELTA Medicon 屋史 現在代理屋史 這些一體列的 過往大家看到 很多figure給他們拍 但今年動漫節是沒有的 因為 ELITE那邊 今年是放C3 就沒有放動漫節 即是動漫節 而去年 去年兩邊都有放 今年只放C3 售屋 反而好像裡面都有 售屋 售屋是 當然啦 售屋那邊 你看到什麼呢 有figure 是有模型 是 最大問題 這個是 他們自己的內部問題 你可以說 剪箱取態 會不會是 由於參展商 例如說 一不開支就算了 可能省成本 所以不放動漫節 你都可以 因為動漫節在那裡 射造 CV 其實今年CV 我的日本參展商都是射造 但好過很多的啦 鬥射 尤其郭村 買一些不會買的東西出來做展覽呢 或者應該是香港法例不給賣的東西出來做展覽呢 其實我都覺得挺不可思的 那沒什麼問題的 sort off sort off 另外一件事就是 CV展覽用的問題啦 請問OneDay你說一下 CV展覽講起來 之前剛才說 IM講的主題重複呢 不單是主題重複 是課品重複 怎麼說呢 我作為都叫參展商裡面其中一個 就見到在第一天開場的時候 他們有些CV工作人員 日本那邊的職席 一箱箱寫著 CV展覽用的貨品 推入會場 推入哪個會場 推入動漫展的會場 那其實沒問題的 是沒問題的 他賣剩了 在動漫節再散貨 重複來多次 貨品重複吧 物盡其用 另外一件事 大家在CV國村攤位 買滿不知多少錢 多少本書 就有三款的大型紙袋送的 那三款的大型紙袋 其中有一些 也都見返於在動漫節 例如魔劍機 還有這個 HIGH SCHOOL DXT 那所以 會有這些東西出現 那當然 你說事前排隊的那些東西 或者是展覽 那些東西 其實 可以見到 某程度上 香港這類 是展覽的 特別的生態 那但是 這些其實 算可以說 是一個 大家如果去過幾家人 或者是 有少許經驗 都見怪不怪 那究竟為何我們會今天開集 拿來講 其實 可以說是一件 比較特別的事件 或者可以說是一件 上了桌子的事件 那 還會事出必有因 對 那其實就是做什麼呢 大家可能會在一個 現時一個 很大的網絡王國 Facebook 看到一張圖 很多人都分享出來的 就是一個 不知道是二拉架 還是什麼 那些大型的 展覽 那些 海報 那些 沒有看錯的話 那些 那些 Saka Kundashana 即是唱歌之下 那些 的圖鴦 那 那 他是一個展覽 完了的照片 應該是 那一幅 不知 Bot Posa 會不會有人對於 眼睛 現在 不知啊 那 但是 當時的人的說法 或者是說 發佈者 那邊的訊息 或者是 廣傳的訊息是有關方面,不愛動漫 這樣對角色,我不知道我看的東西是否被人轉載錯誤 但我個人知道 這些其實少見到,說起來清場的工作人員 每個人都不愛動漫 現在清場的時候,地下的風波、展覽牌、紙袋、包裝錯誤的漫畫小說 已經殺到一地都慘不忍 對於商業角度來說,這是一個工作 對於你來說,它的商品有盈利去運行 它不需要對這個商品有什麼愛 總之是賺了錢 你有愛的話,你無法清場 你無法清場的 不停收拾 OK 有些人會質疑,你這樣對待圖像 好像很筆鏡 但剛才幾位都說過 原理很簡單 就好像連銷之後,那些花籠 那些花花草棕 就不讓你的人去收拾 免費收拾 這個其實是香港市場的一個獨立生態 對的 例如你食物館那些 食證那些 也會另外加工才拿出去 一定不會給其他有需要的人使用 這種是很獨立的生態 就算自己用不到的,也不會被人用 即是他們剩下這些商品 他又好像覺得 如果你自己收拾了這些商品 好像是自己銷售 又好像你不給其他商品 那我就不用做啦 不用做生意啦 那我就一窩熟 沒有,我的角度我覺得是合理的 是 其實歐美那些 好像便利店那些 那天賣完的都照樣 商業立場考慮來說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你要知道那樣商品 一天未賣出 其實那個商品的擁有權 都在商家手上 還有它的價值 那我要怎樣對這個商品 其實已經不關愛不愛 這個動漫的商品事 其實他要這樣做 是一個企業經營的問題 即是說 叫做什麼呢 可以給到一些 買的或者是 動漫迷的一個訊息 就是說 你一定不會免費得到這些商品 如果你要的話 麻煩你給錢給我買 那當然啦 有些人可能就說 那些人都不會說 你給錢就給你買 這樣啦 那 普遍來說是不會有 但是過往是曾經 有一些展商是試過的 即是將一些圓場 差不多圓場 最後一天 貼在那裡的poster 或者大型poster 是會肯拿來賣的 過去是試過有的 當然啦 不是連年有 亦都不是每個會 那 同樣道理 反過來 亦都有看過 我自己看過 有人在圓場之後 是自己去拆東西的 是很多的 是拆東西的 那簡直是好像水喉佬那樣 拿好那些cutter 即是你以為他做建築模型的 這樣會帶好那些東西 打算去鋸別人的東西 拆別人的大圖 那當然啦 類似的情況 台灣也試過 初音那件事 那件事 會動的初音 對啦 簡單來說是甚麼呢 就是 有次有個Event 有個很大的初音的牌 還是甚麼擺在這裏 門口那些 那些 我沒有記錯是有些演場會播放 就好像之前 在香港 MCL得福那邊 那邊 一比一大的風波 應該是一比一大的風波 因為被人搶壞了 對呀 搞大了那件事 最簡單就是 有人腦脫了那塊大板 不是快板會走嗎 有靈性的 然後呢 被人拆爆了之後 就怕死了 怕死了 人肉搜尋之後成功了 於是就把那塊死死的地 搬回來了 我們不排除是 已經被人猶亂過 一轉之後才做 應該不會呀 好邪惡喔 最簡單的比喻是 馬會前面那個警察 哥哥被人搬走了 之後的哥哥又回來了 所以就香港警察為人民服務了 可能找胡椒噴霧才能回來 其實這些場合 台灣也試過 但問題是 第一 香港人的做法 或過往 就不會是在開場 以前就拔掉你的牌 當然他事後做的 如果前例是有開這類型的人 如果參戰想做這些 我就覺得更加無可厚非 甚至是有些人是以這些為榮的 我見過是 簡直是說 不問自取 以道策為己任 絕對是 咕嚕咕嚕嚕 中勇者的特性 他們的思想 就覺得 反正廠商都不會要的 我幫你處理 你應該會感激我才是 這類陳寶家 但問題是 廠商有他的道理 他這樣做 也有他的權利 第一 所有權利是他 他喜歡怎樣做 就怎樣做 同樣時間 市場生態 或者社會上 會做惡行 或者不守法的參與者 如果你是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 然後看到工作人員 這樣做一些事後處理 然後說工作人員 其實就有一點而不公運 老實說 因為老實說 打一份工 找食 老闆叫我戒 我沒理由不戒 老闆的考慮都要基於前面的背景 其實問題 基本上整件事是很合理的 事出的原因 都是因為之前發生過 力支持拿走了的事 他採取對應政策 反而令人深究一點 就是 現身遠一點 他說 你們的職員 不愛動漫 但反過來 你職員不愛動漫 你COSPAY那些又怎樣 那你展商賣東西又怎樣 因為其實很簡單 等於 尤馬也跟我說過一句 今天有個檔案很有趣 蘿莉塔文化協會 什麼 我知 然後他買的 木刀 不知道是50元還是多少錢 蘿莉塔文化協會賣木刀 對 挺有趣的 不是啊 那個檔案很厲害 整體來說 很多東西賣 有書啊 有公仔 有刀啊 有貓耳啊 即是個名字 完全是無關 是啊 其實問題是 以動漫之為例 其實有很多各種各類 不知道什麼的店鋪在 他們的課源也比較單一 還有明顯 不知道是怎樣來 還有真偽啊 或者是可信程度啊 還有動漫的有關性 於是就幾連銷向的 唉 那當然啦 有人會質疑 喂 C3那邊 放些東西 日本來 那又怎樣呢 那又是個場 好像很少東西看 那樣 但是你又不要理 別人有他自己的 %手法 但是起碼別人是 C3其實我覺得 有點特別不同 對 真的展覽形式比較重 他就不是說 經營向 不是一個銷售會 是啊 他叫做動漫博男 不然你中文叫做 那會合一個題目 你看看現在是動漫展 動漫展未來的嗎 動漫銷售展 他叫做動漫 動漫銷售展 動漫銷售展 是一個剪燒會的展 一個在會展裡面搞的展燒會 不是展覽的展 因為他不是展覽的展 看他前後檔期的 包括書展和美食博覽 其實都是一個銷售展 在商言商 我不可以絕對否定 等於有些人 救病Comic World CW 然後形成了RG的出現 當然RG搞得起 但問題是C3搞不搞得起 大家對於文化 或者參展的看法 有沒有特別的感覺 對於接受程度 其實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一 就是 我剛才提到的 可以跳遠 Cosplay 或者動漫節 其實是一個 Eyecatching 在新聞裡面 一個關注事件 在夏天 或者暑假活動 其實主流媒體都會看到的 反而你說 C3 RG 更加不會 C3 你很少會看到的 蘋果動新聞 我不介意 什麼都說 我應該說 香港也是一個 雙機閒線的身體 動漫節 人數關係 其實這個 本身 已經可以叫做 一個香港的國際展覽 了 是 動漫節本身 人數關係 因為這些 一有利和圖 自然就會有人注意 但你說到RG C2 C3 那一類 參展商少 那些 盈利壓少 那一類 那 就真的 不會怎樣在媒體上 不會怎樣在媒體上 除非是行內的人會知道 還有我覺得 有一點考量是 關於本身的媒體 究竟知 會不會對這個 這個展覽有一個認識 即像C3 C3 雖然現在搞到 兩年 兩三年 媒體 應該是話題性 對 他可否吸引人注意 即他那個 那段新聞 可否有人會留意這段新聞 動漫節比較大型 第一 會有人喪排隊 第二 有很多女 或是蘋果新報 類似小報形式 專門找一些 奇奇怪怪的新聞 用來製造話題 都是反應社會現實 所以說真的 其實這件事 原本就是日本文化的 其中一件事 來到香港 都算是有一段時間 已經開始慢慢變成 一種用香港文化去演繹的動漫 那不出奇 對 不出奇 一定要有些變化 這個 因為 會有些人 有些人會說話 由七八十年代 親自去到日本取經 那一群人 又會開始 這些現象感到 很不耐煩 即是覺得說 背棄了這個正宗 原本的意義 原本的正道 我完全理解 其實我覺得就真的不出奇 要合乎香港的口味 一定會有些變 嗯 那 但是 反過來 香港人吃慣陰口味 你覺得C3的人流會不會有增長 或者其實RG 又可以再擴展 C3其實我覺得比較 可以的 其實可以的 會增長 不過慢慢 我覺得 又不是慢慢 應該說 本身 那一類人 即是你說喜歡動漫 看動漫 那一類人是屬於哪一種 沒錯 你說是看一下就算 然後買些GOOS 還是說會有研究 會自己出書 那一類 所以我不是說C3是 會比較專門一點的人 對這個有形式 有興趣 就不像動漫展 我沒有興趣 不過我也入場去看 我喜歡買GOOS 我覺得那個公仔多可愛 其實我覺得那個對象 不同 它兩個展覽的對象 是不同 有些不同的 展覽性 就是怎樣 當然 你說對象不同 最簡單一點 動漫節 有一個夏日動畫 分數的迷你版 你會看到人 拖著一個BB車進去 跟叮噹拍照 會有這些 這些是沒有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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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衝突的 沒有衝突的 通常那些年輕人進去 不是住在動漫那邊 是電玩那邊 電玩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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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玩遊戲 不代表我喜歡看動畫 我可以一套動畫都不看 但我可以每一套遊戲都玩 不是 我說那個年齡 就是這個說起 以前七八十年代 日本電子遊戲興起 紅白機 Gameboy 那些小遊戲 很多都跟動漫沒有關係 但都會有一大堆外國市場的玩家 去追著來跑 那一類慢慢流下來 電玩展就是那一批人 嗯 那個 你說 AGS和動漫節的性質不同 雖然說動漫電玩節 但其實裡面 你見到很多電玩性 不是很多 最多就是門口 動著整個Xbox 然後旁邊 Xbox一定在門口 哈哈 賭什麼都可以 之前還說有Sony在這裡 但現在沒有了 賭什麼都可以 Xbox一定在門口 電玩戰多數都是被人用體感 試體感 那類遊戲多數 有時常才是 但AGS又不同 AGS是比較專門性 GGS也有試體感 再加上動漫電玩節 它有脈王 在遊戲的成績 這個是 那已經是不同 因為一個是 加上機 加上機 一個是電腦 嗯 即是跨Platform 那個原理 其實 我們說就說 事前事後 但是 講到這裡 大家覺得 香港的生態 或者不同展覽的 變動 是一種事前事後 不是啦 是事前上後 那 大家覺得 未來幾年會怎樣 老實說 動漫節 今年 官方說 今年的首日 入場人數 繼續得到微量的勝負 由185,000 變成188,000 多3,000 是否又打算加一架呢 加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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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架都連連連都加的 加一架 加一架 我覺得是中成的 大家有沒有覺得今年的動漫節比較退 參展商的問題 參展商 第二次 其實很吸引人去入場 其實是表演的方面 今年也可以 今年好像不是 動漫節的表演通常有些什麼呢 新浪大微博 什麼什麼巴雷舞團 JP 同漫什麼 這次什麼 不是的 那個Schedule 每天都有這個環節 至少四個中播這些 但是他是不是因為沒有 沒有環節 所以才會失去這些 不是的 他那邊好像連跳舞 跳舞都有比賽看 你不要說 這個我要給他一些Credit 今年跳舞是好看的 不,連連連鏈都不錯 但是问题是好看 好看代不代表他跟動漫 或電玩 有沒有些什麼關係 就這樣 除非你把他人 但是這個 主舞台那邊我很少去看 那讓我看出 Nai important 我想說 我想說,假如有關係,跳舞會不會有些Dance呢? 這個我不肯定啦,但是我個人眼見,我過去見過一個... 這個要說回一個不好意思的,就是應該兩年前,一年前的AGS 有兩位小姐,一個Cosplay的紅火龍,一個Cosplay的蝴蝶裝的Mon Hunt 非常細緻的,有要求在下幫她拍張照片,但是我忘記了那個E-mail 弄得我傳給人,再一次道歉 當時那個蝴蝶裝的那位小姐,那個仔細度是非常高的 今年動漫節的Cosplay,也有一位入圍的選手是Cosplay類似的 但那個仔細程度就明顯地高低馬上立見 當然啦,沒有任何的蝴蝶演織,純粹是我個人眼見,或者是玩家心態個人喜好 會不會是蝴蝶裝的那個太神呢? 不知道啦,或者我近視啦 沒有任何的蝴蝶,但是... 很多時候就說,如果一些Cosplay,之前都有一些風波的 就是說你Cosplay要拿張照片給人看,你那個是什麼什麼的 但是,老實說,女子校高中生的動畫角色,什麼都有的 男子高中生這些照片 那我穿到衣服,然後我扮著賭奸作,這樣可以嗎? 其實很多日常藝作品 我真正要說的是,其實現在的Cosplay會不會有一個個人取向 或者說不去動漫節,或者說不去什麼節,或者喜歡去哪一個節多些呢? 會不會呢? 會有的,會有的 會有的,好像說有人在門外拍照,拿著拍照 雖然就說我們沒有任何人是Cosplay,或者私底下熟,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覺得不可以爬取這個性格 基於那個展覽的性格,以及進去的人,拍照的人的態度 Cosplay,現在這個,龍友已經開始大量入侵動漫展了 不是開玩笑 已經是有,就是我自己聽回來的啦 現在香港,你說龍友的初數都是影女的 西洋賽街轉移去會展 對,會展,無論是電玩展,原本已經是girls show 不是,已經是哪裏有女 是哪裏有女就哪裏有 是已經深入了,是親眼所見的 很誇張,是很誇張 當你見到幾十個人 那裏有些公司,有些公司的公司 都只要拍照,要十幾二十個圍著 剛剛擋住了一條路 只剩下一個人的闊度都不夠 我怎麼過啊,大哥 老實說,但是,今年和萬節的擺檔 擺位是好的,比較好 等下,是不是因為參展商少了 所以位置寬闊了 不是,他調了一些籠,不是有些參展商去哪裏 以前是中間的 他是撿過一下 撿過一下 但現在的台是撿到一邊,還要在後面 這個站在觀眾立場來說是有問題的 因為現在可以圍的位在兩邊 以前可以圍三面 現在沒有了一面 一面貼了牆 現在無法攻打四方城 不知道怎麼辦 同樣的問題 另外,C3也會有 C3最為人救病就是記者牆 但記者最救病就是後面的髒口裙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面貼 沒有人逼你站在那裡 然後你站在那裡,然後說人遮掩你 然後你罵髒口罵一個小時 這個是最令人反感的 絕對不是個人意見 但是今年那個展覽 雖然沒有那麼多位置 但對於創業地攤和同仁那邊的影響是少了的 因為以前你要知道 通常最重的份量 通常那個工資 7點半打後 通常延遲到8點 8點又8點3 8點半 這樣就8點9 通常都是這樣延遲的 那今年第一沒有延遲 第二就是 擺位不同 時間早了 通常那些人都不一樣 5點9就開始堆人了 已經堆堆堆堆堆堆堆 9點堆3個小時 然後就好像連銷 或者不知道什麼 就是好像十號風球 在金鐘下車 但站有一半是滿了人的 看到是Exculator的Case 很大堆人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過往的擺法 那個stage後面已經是創意地攤和同仁展 然後那邊就側滿了人 然後他們在等待看東西 不走、不動、不買 即是在兩行的創意地攤中間站在那裏 整班人 揹住了,接住了 一向都是 會變成那些人有一半是跟創意地攤的位置 變成那些人不是來買東西,不是來買東西 走到過去 那些人又想走創意地攤 變成有一半又看不到,我會這樣繞過去 其實現在這個擺法是會好 現在是 今年是閒順 主要是大參展商都排開最外面 多數都是靠全拍的 因為你見到排隊 一向是第一行,一向是最後一行 全部都攔掉給你,在後面攪拌 這個就是方便排隊真的 我記得排那間 國村嗎?還是排什麼呢? 只是走到剪台旁邊 排隊,快點才排進去 國村就有點貪吃蛇,越吃越做 對 一向都是這樣的 不,今年好像排隊那邊是好一點的 最少不用排隊,又阻礙到其他人走 對,以前是天派,朝國全東流那些 現在都是差不多,多買一些木棉花 現在是木棉花,現在是有的 台灣那邊 台灣動畫 那大家有什麼補充呢? 對於事前事後的展望? 補充嗎? 我想說一說 這些來自香港內外的參展商 其實多數都是國內的參展商 除了香港之外 大陸廣州啊 即是就附近 大陸廣州啊 澳門啊 其實都有放類似動漫節的展覽 而且為數都不止一次 好像瑞港澳動漫展 已經今年去到第五屆還是第六屆了 其實他們這些人呢 主要就是買GOOS的 就好像床單啊 Folder啊 寶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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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檔口好可愛 好像有個財團在後面 好像澳門一次的展覽 他們一租是租成八字審 澳門的Poster 上面打了三個字 中聯辦 哈哈哈哈 在哪張上面打到中聯辦 Poster 整個活動的Poster 是不是真的? 單座單位 真的嗎? 中聯辦 剛剛我幾年前才看到 是真的嗎? 難怪可以租成八字十個單位 我們節目是政治中立的 是的 你通常一租可以租成八字十個單位 是非常誇張的 我看得到 我不知道他背後是這樣 這個就真的不清楚 但是這個做法不健康 真的不健康 不是 其實要我說你 作為一些參展商 這些所謂動漫的參展商呢 你就這樣 一味買這些不正當的GOOS呢 無論是你本身對業界 對這個 整個業界的身體 都是不好的 真的不好 嗯 但是 沒有可認的 日本自己都 日本自己都是死死地 死死地 那 大家放牆雙眼看 哈哈 還有一點點 但是 其實我比較擔心 如果動漫節再這樣 這樣 這樣 頹下去的話 我比較擔心 下年 或者再大後年 其實 某程度上 動漫節已經淪為了大家 一班人每年最一聚的地方 是的 沒有可否認 但要我說 這些沒有 這個就很難 要去就應該要去的 殘存在這裏 都是丟人現眼的 哈哈 你怎麼說得太過 過了化 是的 他已經體化了 始終這個關 參展商 本身 那個主辦單位 是怎樣做的 我覺得大會和參展商要有個溝通 有個溝通 主辦商和承判商 這些就是 就不要 好像現在感覺上 大會設定了很多規矩 去限制參展商做什麼 做什麼 說了那麼多 那今天大概是這樣 討論了一些展覽有關的新聞 這個其實已經是連帶說了 今屆動漫字的東西 這個說法不錯 對吧 哈哈 你喜歡的 好吧 那我們下集繼續 拜拜 拜拜 再見